二殿下 这是皇上亲自叮嘱送的 这一整块都是暖玉 殿下看着可还喜欢 很喜欢 请公公转达父皇一声 儿臣很喜欢 感谢父皇的恩赐 二殿下喜欢就好 殿下 此暖玉据说有奇小 殿下可早日雕琢出来贴身佩戴 好 周知点头 他拿起了玉若有所思 殿公公笑着点点头 他可以回去复命了 很快 吴先生就过来了 周知把玉石丢给他 吴先生拿起来端详 哎呀 倒真是个好东西 这么大块 可以切了 衣物多用 嗯 中间的最好 取两片大磨一下 向前在腿上 最好 吴先生 你精通雕刻 可能雕刻人眼 主子 能是能 但你要这个也没用 这暖玉难解 这个也不是很大 浪费他做人眼干什么 你要是喜欢 就用其他的玉和翡翠雕刻 也是可以的 何必浪费这暖玉 吴先生 先用他做一只平常的人眼吧 苏姑娘的爹缺失一只眼睛 剩下的你再看着做 哎呀 主子 人苏姑娘又不亲咱们 以后给你看着还要收钱呢 就别做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吧 看着都揪心呢 再怎么样也是高高在上的皇子呀 找个能对他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多好 就那小神医 活蹦乱跳武功高强显然不好追 这得多辛苦 吴先生 你未曾娶妻也不经情事 这些事情你不会懂的 而且我也不喜欢苏姑娘 吴先生皱眉 他看向身边沉默的金四 哎 他不喜欢苏姑娘 不喜欢 要把人家小姑娘爱吃的东西 都记得那么清楚 在人家小姑娘面前 能不畏疼痛 装上甲指走路 金四呵呵一笑 别看我 反正不是我喜欢 苏小鹿回了祈福 周衡几人都在等他 小鹿 他怎么样 没事 他这次没有在宫里吃东西 没中毒 只是站久了有些虚弱 没有大碍 那就好 周衡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接下来 他们都要潜心地准备电视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苏小灵对苏小鹿说道 小鹿 二皇子 他是和什么样的药膳呢 明天我写个方子给你 你看着做就行 嗯 那便明天再说 早些睡吧 第二天起来 苏小鹿写了方子给苏小灵 苏小灵用了一个砂锅 开始做药膳 苏小灵做的是个鸽子汤 香味很快就飘了出来 配合上药材 一道能让人强筋见骨的药膳就做好了 苏小鹿去送 看见苏小鹿过来 金四等人都很高兴 苏姑娘 你带了什么过来 好香啊 是很香 很有食欲 是吃的吗 吃药膳 今天我送过来 以后每天你派人去取 快趁热吃吧 周智接过勺子 先喝了汤 药材的香气和食物的香气融合 却并不冲突 这是药膳 也是非常好吃的药膳 苏小鹿看着周智吃了 他也就起身回去 别忘记了 以后每天上门来取 好 谢谢小鹿 周智吃着鸽子汤和鸽子肉 乌先生也很快过来了 周智只夹给他一个小小的鸽子脚 乌先生品尝了一下 皱眉 真奇怪啊 药性完全保留 又不损食物原有的鸡香 这样的药膳 简直绝了 要是没记错的话 苏姑娘做的药膳和这个 可是天壤之别啊 如果我们来看雨 我们来看一下雨 然后再看雨 然后再看雨